我打赌你们肯定没有看过这段视频 这是10月31号在你们庆祝万圣节的时候 我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拍摄的萨温节的现场 所谓的万圣节不是来自于美丽果 它的根源就是凯尔特人的萨温节 凯尔特人萨温节是一年收成季节的结尾 也就是冬天的开始 据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死去的幽灵和鬼魂会回来看访在世的生争 而阴阳两界之间的屏障也在这个夜晚变得最小 让灵魂得以通过 人们知道幽灵鬼魂回来造访 但害怕有恶灵滋扰 因此自己就假扮成鬼怪的模样掩护 并在夜晚点燃火炬燃放篝火 以遏制死神和恶鬼 凯尔特人从10月31号开始一连庆祝三天 这就是现在人们过的万圣节的雏形 到了公元八世纪教皇把罗马人死者 这个有一个日子叫万圣日 从5月13号改到了10月1号 如此一来基督教的万圣日和撒文节就在同一个时候了 10月31号也变成了万圣日的前夜 也叫万圣夜 1845年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 大约有100万爱尔兰 大家知道都是天主教徒吧 移民去了美国 也把万圣节的传统一起带了过去 也就是在美国 人们才开始用大南国来雕刻那个捷克灯 而在此之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 万圣节雕刻用的都是小萝卜 此生不到苏格兰 游遍英国也枉然 希望明年的万圣节 我可以在爱丁堡 和大家一起庆祝撒文节